忤逆棒法不能往生 是否意味佛的慈悲不够普遍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 忤逆加上棒法不能往生 这是否意味佛的慈悲不够普遍 大安法师答 在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谈到十念必生我国 最后有句话是唯处忤逆 诽谤正法 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应该说这正是体现了佛的大慈大悲 才在无上殊胜 便捷往生的这一愿当中加上了这句话 就是要让我们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 而产生信心的两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福德不够 智慧不够 福德不够的最重就是犯了忤逆 不仅福德不够那是罪孽深重 死后 躲阿比地狱 棒法是于吃到极点 如果忤逆加上棒法 这两个罪加在一起 那就等于说对念佛法门的信心就绝望了 所以为了避免普度众生的十八愿 让众生无望 所以佛用悲悯心来劝诫我们 不能造五逆重罪 又诽谤佛法 尤其诽谤净土法门 在《观经》里面表示 造作五逆重罪的人 临命忠实 地狱境界限前 能够蒙善知识开导 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 以忏悔的心持明念佛 也能往生净土 这是《观经》表达的 那么如果棒法的话 他的罪比五逆的罪还重 为什么呢 人为什么会造作五逆的重罪 就在于他不相信佛法 不相信因果 尤其是诽谤净土法门 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究竟普度一切众生的殊胜法门 你把这个都诽谤了 断了众生信心的道路 那比诽谤万佛的罪业还深重 断送了一切众生的度的因缘 所以由于这样的严重的后果 特别惊醒 除这两种罪 同时犯的众生不能被十八愿所设 一切众生都可以平等谱设 这是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从佛的慈悲救度一切众生的角度来说 如果犯了忤逆罪 也犯了诽谤佛法罪 如果临命终时还能够回转心忏悔 念佛求往生 那么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 阿弥陀佛非常欢喜地揭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从射寿门来说 所有众生只要忏悔念佛都能往生 从预防 一指门来说 为了怕众生犯这两种罪 加上了这么一个警觉的法语 这完全是诸佛如来从 折服众生和射寿众生两个角度加以施舍的 正因为从这个深层意义上来说 才是体现着佛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 绝对是普遍一切的 应该做这样的理解 并不是说我犯了忤逆 也诽谤正法了 一旦我真的也能够忏悔 难道阿弥陀佛不要我吗 可以说阿弥陀佛绝对要你 但问题是这两种罪业同时造作 还能再忏悔念佛的人比例是微乎其微 一旦有 还是照样可以往生的